詠麗峰和藝人君 對著丹麥分組賽中 以2比1勝出龍甲特漢神和艾力神 另外對著南韓的李在珍和王志曼 就是0比2輸球 至於對著印尼的陳甲亮和尤里安徒 亦以2比1勝出球 即是在分組賽中贏了兩場球 至於對手方面 蘇姬和柏達普 凌比2輸給馬來西亞的古建傑和陳文宏 另外對著英格蘭的球 並非他們倆出戰 對著中國的球 柏達普是火拍迫迪森拿 凌比2輸給蔡軍和弗海峰 不過至於這四位球手 同一個拍檔對戰的話 雙方對戰過兩次 亦各贏一次 兩次都是2006年的時間 我們剛才也看到 楊麗峰在心態上 其實今天他頗有信心出戰 是 我看見 其實香港隊 能夠打八強 也在蘇里曼級的頭八 其實我們看得到 香港的球身外男子女子 其實實力也挺平均 反而你看到在馬來西亞或印尼 現在的球手, 其實哪種都是男性 比較強一點 所以在混合對際賽事 香港是有優勝之處的 其實這兩隊雙打 我相信今天可能會比較長時間 才能分得到勝負 阿仁君和楊麗峰 其實如果大家記得阿仁芳的話 其實阿仁君是阿仁芳的弟弟 阿仁芳在1992年巴塞尼納奧運會 拿到一面藍單的金牌 阿仁君來到香港之後 其實最主要是注重單打的賽事 當然也是Amy這樣說的 其實楊麗峰和文藝人軍 本身都是印尼籍的 在香港也有很多年 在印尼出身 已經是… 退入了香港隊的體驗 這場播放是南霜的賽事 面向鏡頭是香港代表楊麗峰和文藝人軍 背著鏡頭是泰國的蘇姬和柏達普 我們一向都知道泰國的雙打 其實真的變化多段 很多出色投手 剛才看到蘇姬和柏達普 其實以前是有沙卡比的 是我的打法 我一向都說 遠慕球的球速很快 南霜會更快 對 因為現在最快的紀錄 都是由富凱峰做出來 332公里 好球 好球 前 Lang煙中的 editorial 絕對不是一個很重的殺球 是一個很重的殺球 很漂亮,看到艾仁君在往前後準對方的位置 非常好 也有一球 看到香港隊 現在拿到4-1 其實最主要是看到他們的防守非常強勁 剛才過到前面拍拳 沒有 現在挑一球給泰戈進攻 為何蘇姬在後場耍直線呢 看到楊麗峰剛打到球 就是… 靜點也能否打到球 剛才是263公里的球速 很漂亮 很漂亮 看到香港的陣式 看到楊麗峰在後場的進攻 藝人軍在網前封 然後看到楊麗峰的反手 楊麗峰其實非常強勁 我們要小臂的力量很強才能打到這個球 6-2 看見楊麗峰在前半場已經封了 這個打野的對角 再來多一個 看見楊麗峰竟然放了球 很厲害 很好球 楊麗峰封前半場的網 其實封得非常緊 大家看看 也不是用大力的 輕輕撒一撒的球在前場下 積楊麗峰封 3、7 很可惜, 一個法球失誤 直接被人拿分 是 我覺得最危險的是 積楊麗峰封 8、3 看回看 很相打的陣式 看到後場,進攻時,前場就像封一條直線 看到泰國隊儘量前面的球手有機會反擊 進攻的能力也是香港隊長得多 看到藝人軍起跳的高度非常高 看到泰國堡和蘇姬連續進攻 看到一個機會,看到蘇姬在後場,泰國堡跟進 河南籍球證是警告楊麗峰告訴他 泰國堡,麻煩你快點準備好 好漂亮 楊麗峰的起跳跳球都騙了對方 一個輕輕扶下去的時候 看到蘇姬就好像剛才的季佩儀 跳得盡, 勾回對角 看到藝人君也掃了對角, 非常漂亮 反應很快 楊麗峰和藝人君領先十一比四 楊麗峰和藝人君對著泰國的表演機 和柏達普 技術暫停時, 香港領先十一比四 但出來後, 雙方也有拿過分 但現在香港又到了十四比六 你看到香港這隊的雙打組合 其實打得非常沉重 而且在戰術運用上 全部都絕對沒有給泰國隊的一個機會 正如控制所有的折騰 一後一名多開心 對 因為劉子路更加開心 世界排名上 其實藝人君和楊麗峰都上升得挺高 現在是十二 反而對手只有四十四 其實他們兩個的打法和能力 絕對可以成為世界一級的選擇 可能拍特普的經驗要稍微少 因為蘇姬拍著沙拉利 在混雙的排名也去到第三 只不過可能拍特普 跟他不合得太久 其實你看整個佈局 其實就是香港隊 他們無論在進攻或防守方面 都很緊密 所以對方其實要打得進去 或是進攻、成功的話 其實也挺困難 也有這樣的彩數, 突然在打 來, 看看這球殺球 其實他們的防守很強 手腕和小臂的力量很強 連網前的球看見拍特普都不敢拍 因為其實那些球 我們覺得吃起來有骨 因為你的反應慢一點 其實就是那個… 的能力就是你沒辦法可以將它下壓 我怕啃骨, 結果寧願放棄 不要那麼貪心, 不要吃了 沒錯 你看看, 楊麗鋒在前面也不動 很有信心 對…在對方打球的時候 對於他自己的拍檔很有信心 19比8 拍數非常多 但看到泰國隊 其實他們的體力的消耗就大很多 好球, 這樣拍特補 看球球 其實挺辛苦的 這樣打下去, 之後抹一板才成功 10、19 好, 海色 看到楊麗鋒 這球球 其實完全沒有壓力之下的失誤 11、19 亦是, 這球太瀟灑了 拉慢了那角的節奏 然後看到, 如果泰國加速的時候 其實就不太容易打 是 很強的進攻 還是想要取得分的感覺 一定不可以讓對方拉開自己的體力 看到香港隊其實就是加強他們的進攻 香港現在去到20、11 看來看手 看到人們的光了就真的開玩笑 因為剛剛那球沒可以失誤 這球已經沒有imos 看 有聲誤會 很危險, 這樣打完 一下子又被泰國追幾分了 剛才也試過 不過幸好楊麗峰他們拉開得早 是 但竟然告訴我們, 是一分都不開放 又是這樣, 下下攻 好, 走 結果泰國這邊也是打了落網 結果楊麗峰和藝人軍在第一局 21比13是先贏的 稍後回來看第二局 蘇姬和拍打譜現在在面向鏡頭 對手是香港的楊麗峰和藝人軍 第一局, 楊麗峰和藝人軍 先以21比13贏 現在第二局, 暫時落後到0比4 至於大分方面 香港已經是2比1領先泰國 剛才我們說的, 絕對不能放鬆 因為打雙打 其實很容易打在對方的士氣 其實甚麼球都能夠回復 你看看反應多快 就是拍打譜我們最初還覺得 他會是比較弱的一個 現在站定了我們防守的話 其實就是很難打 小心 1、5 看見球殺球之後 其實就是… 很可惜就是… 柏特寶一個大的抽擊對角 就是… 真是… 強就是… 楊麗峰希望他的體力 沒有下降到 因為其實剛才失去了很多球球 泰國現在是6比1的 好… 亦都是… 楊麗峰回的球的時候 就是… 我感覺上… 放鬆了一點點 準備接球這位就是阿仁君 在網前… 可能剛才不知道會不會是… 打運傷的時候也會打三局 體力也會很討厭 看見香港隊的教育流之下 這球球放得很漂亮 接著就是… 藝人君在網前… 一個的… 現在到泰國局了 反而第二局 你看見泰國局 打得好像放開來打 對 一放,完全一個戰步就跳得很遠 看也不看,很有信心 很危險 危險 三、三、八 看到楊麗峰開始打一些戰術上的東西 不是單一的打一面 看到左邊打到右邊 攻擊的點 所以對方難以招架 看到泰國隊環以顏色 看到蘇姬一個很重的殺球之後 其實柏特寶幫忙 在網前完成這個功課 十、四 突然間香港隊好像沒有辦法 對 看一局又贏得多 其實很危險 你讓對方打有個信心 其實他們覺得自己得到 有甚麼球可以打到 看到楊麗峰追著蘇姬來進攻 不過那個堅持就是最後的假動作 在技術暫停的分數也是十一比四 不過現在領先的是泰國的拍檔 在技術暫停之後 杯香鏡頭的楊麗峰和文藝人 暫時五比十二 其實我不相信香港隊一定要加快的速度之外 其實在戰術上都不可以這麼單調 我相信剛才劉志恆教練 其實一出去的時候都會跟他們說 不可以放鬆了 第一局的時候 其實他們在戰術上做得不錯 很充滿信心的出來 712 看吧 這球球 真的有一點… 712 裁判就判了給香港 看見楊麗峰已經斷了板 就刷完之後 但不如繼續打過去 變成炒了板 對,炒了魷魚 炒了魷魚 你看看村子的線很行 所以一炒了,看見… 看見楊麗峰已經是炒了魷魚 已經是熬了 幸好不用摺 這班 真的知道藤條會打 對,這麼有趣 拿藤條1點而已 912 很強,剛才殺過 可惜,剃球失敗 9139 追得很好,突然就是… 數機發球 看到就是… 9139 阿仁君站的位置非常適合 對,看看… 再跟進的時候 上面… 一打,剛剛的節奏不對 球球很危險 被他打中之後 我想他的臉一定會腫 很漂亮 讓我放得… 好,看到球馬上… 轉頭… 剛才看到蘇姬避到的 好 好 2 3 5 10 看到藝人棍的球球 突然間就… 放鬆了手 看見就是… 香港隊這個轉線就轉得非常好 打一個直線球 看到兩個都… 都是… 向主對角 看見就是… 楊玲峰打一個大對角 跟手打得非常好 對,這樣… 香港隊的積極性在這裡 因為剛才突然間在 第二局的開局 你看見就是散了 站的位置各方面 沒有第一局那麼緊湊 不過現在都追得近很多了 12、15 曾經落後過7分 很好球 13、16 看到就是… 楊玲峰起跳的時候 就盡量殺蘇姬的正手 好球 這個…真是連銷帶打 人棍做得非常好 前半場球 第一局我們記得他… 那個封場 然後上網 這個…連銷帶打就非常好 對方的進攻全部都瓦解了 突然間… 15平手 剛才輸了五分 突然間無緣無故就可以獲得五分 好球 好球 剛才打到六個中間 沒錯,回球的時候 其實… 很… 完全尷尬的位置 就是追身打球 開始 16、15 開始 好球 看見楊玲峰剛才的判斷飛上整場 看看 剛剛一個就是… 一個球位的出界 好球 你看到香港隊的防守很積極 這兩個球手 就是…蹲得很低 17、16 好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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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到楊玲峰其實就是… 他想有少許轉線 手腕轉了 但是那個角度太大了 我看到就是香港隊的五位 今天真的沒有出場 大家都很緊張 這個給蘇姬看準的時間 看到球員真的好像開了花灑一樣 打球的時候汗水飛到整個場都濕了 看準這個機會 追著就是… 楊麗君… 阿仁君的身上打下去 謝謝 很聰明 謝謝 18、17、3 19、17 很可惜,對方開過滾滾滾之後 藝人君其實想有一個假動作慌望 大家的球手非常緊張 自己的失誤就開始來了 這球很強勁打 這球 大家相似之後 看到就是… 楊麗鋒的一個放網就是落了網 那蘇姬和柏達普有機會追回局 20比18 比28 要來 金剛才能夠… 0 這球是領導的 1 2 1 2 3 4 1 5 6 1 1 柏達譜 跟楊麗峰、藝人軍的這場比賽 他們打得一比一 稍後回來, 雙方會打第三局 但事氣上, 現在去了蘇姬和柏達譜 沒錯 面向鏡頭的楊麗峰和藝人軍 對著背著鏡頭是蘇姬、柏達譜 現在要打第三局決勝 對著她的氣勢, 我很在意香港隊擔心 因為很多時候 突然間的動作各方面 都好像不是自己 你看到柏達譜, 剛才第一局 我們覺得他比較信息的範圍 但第二局, 其實他可以打完士氣 跟剛才兩局一樣 其實泰國隊是先三零領先的 來 很多猶豫 跟第一局配約兩隊, 香港隊 其實很多球已經不用考慮很多 看到藝人軍看著這球球 就已經扔得很盡 上手發 這個分數真的跟第二局一模一樣 開頭 我會想找他 你不以及開球球 你也不可以看到他 你不可以打, 手既會的話 你不會是我無論如何 你不可以打算 你會打算 你會打算 我不會打算 我會打算 你會打算 握著楊麗鋒來打 好球 看到香港隊伍也很有忍耐 看到仁君在後場的力量比較好 3、4 現在泰國隊的心理上可能覺得 我有機會贏 其實壓力也在他們那裡 因為你看到第二局香港隊很想贏 不過又不想很努力地打 現在反過來 很多時候我們看比賽 很多時候球員的心理質素 斷定了勝局 3、4、5、4 現在到蘇姬就有一點點手軟 幾球的主動球其實自己失誤 其實你看得出球手在場的心理狀態 上手掌,5、4 看見柏特寶和蘇姬的車輪 打轉的形式, 你看一看 雖然香港隊已經是很強的防守 不過見到柏特寶最後 就算斷線, 也要拼命打一個球 試一下柏特寶 有時候打比賽, 也要打起碼七、八隻 同一個重量, 同一個組的板 因為其實一斷線, 你不用適應很久 我看見蘇姬的… 集中的能力好像下降了一點 雙方… 其實雙方真的… 比較緊張, 拍數其實不多 蘇姬一個重殺 其實就是完全藝人均可以… 可以打到的 好球 七、六 楊麗峰突然間一個起跳 突然間先縮了手 然後這個, 看上去就是一個重殺 大家聽到嘖嘖聲 其實他們大家的… 步伐在這裡不斷地轉動 7、0 又再次平手 這球球, 楊麗峰完全沒有準備 突然間才出手 8、7、0 7、0 看見就是拍獨步 剛才那球球, 就是這個發折法 折法那個真的很厲害 就是回第三拍的時候 2、0 3、7、8、0 其實你看看, 其實拍數… 內匯拍數真的很少 就是大家真的非常緊張 因為雙打, 我們最重要的是… 其實拍數是非常多 大家打不死 但是現在的全部是… 就是自殺部隊 2、3、2、3 9、8 很危險 香港隊那個戰術 一尾被對方進攻 看到就是追著藝人軍去進攻 泰國隊那方面的默契就是非常好 好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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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打, 真是打起了拍獨步 太棒了 其實就是開… 這一球幫開球的時候 香港隊的進攻有點猶豫 9、0 越打越爽 看到藝人軍就了結 這個拍數非常多 兩邊都是有攻有防 但是那個形勢和第一局好像剛剛相反了 其實 還說兩邊的世界排名都有一段距離 好球 好球 請來吧 不過如果大家一分一分上 香港隊都不得了 因為每一次都是被泰國才得分 雖然現在平手 好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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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真的挺累 因為對於楊禮峰來說 剛才打完一場混雙 體力消耗也很大 看到這球球剛剛在橫線那邊出界 好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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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蘇姬和楊禮峰剛才在混雙的時候 也是這樣 一個賣去就開球 一個就不擋住 好球 有點猶豫 終於這個技術暫停 就是香港隊首先達到11分 一個完全看著對方 拍檔這樣然後他縮手 這次是最接近的一次 大家一分分咬著 看到劉志宏看一看他們 剛才那邊的球程已經硬一點 搶著旺斤 抽完 抽完 抽了幾個 一抽 然後又要分網 搶網 放網 放網 對 其實看回香港隊 搶網的時間比較少 而且那些球不夠硬 劉志宏所說的就是 對, 很多時候我們… 大家對抽的時候 其實你的球一軟回來 對方就有機會他們向前 我們經常知道 就是打雙打 後場就很難殺死 多數都是前場的拍檔 幫我們了結球球 所以前面的搶網很重要 你的球球很快 對方太高了 楊麗峰在這場球的雙打 我覺得穩定性比較低一點 不過我想對手也看到這件事 所以很多時候都是追著楊麗峰來攻 他也是在手上塞 12、11 這球絕對不難打 好 也好,跟隨指示 盡量在往前 去搶這個攻勢,主動拳 職員13、12 這個全部真的要看大家的心理狀態如何 14、12 可能是燈光,但其實打得不夠放 打得放一點,其實投入一點就應該很集中 完全看不見,那個燈搶不住你 你那個精神面貌就告訴大家 我有一點猶豫,那就很危險 那個速度完全跟不上 15、12 楊麗峰完全是有很大的猶豫 看到那些球,其實他應該主動向前打 其實對方也一樣 13、16 現在是正常的,一比一 雙方局數 就… 而且一邊就不能輸 而香港那邊就贏了這一場 就會…正式可以互給成功 加油 Som Sofa 16、13 楊麗峰其實他自己… 我覺得他有一點… 帶起一些包袱來打 有一點運 很強 楊麗峰把握這個機會 看到就是… 楊麗峰 楊麗峰很有決心就是進攻 很積極 對 關鍵現在似乎都是楊麗峰那裡 速度一定要加快 是… 一個誤會的坦克隊 15、16 又追平 差一分 15、16 你看到突然間一個轉變 就是… 剛剛在一個釣網前 楊麗峰在網前打算要吃這個球 但看到藝人君其實… 調動了對方非常之好 哇… 完全… 真的… 現在到泰國隊的失誤就比較多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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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被柏杜寶撞到球 這球球很可惜 柏杜寶真的很努力 這球球已經撞了框 施線緣說這球球很好球 裁判就判了是In 對,說很好球 一個誤會 楊偉峰其實放了球球 這球球其實楊偉峰可以有一個難檔 發現是,很可憐 有一點點,真的沒事 很緊張 大家都很緊張 打起了他的信心 剛才他打球球,其實他已經差點跌了 但你看,馬上就取得這個機會 十九比十六 沒有了,這樣就搞定了 十九比十六 沒有了,這樣就搞定了 楊偉峰和萬藝人均 又不知道楊偉峰都去哪裡 楊偉峰和萬藝人均 很危險 看到蘇姬突然間變速 打算一個起跳 然後一個假動作就是往前球 這個烏龍真是… 掉下來了 真是氣死他 但是還有三分要追 對於… 好像葉佩賢那樣就好了 一、二、三… 打 打 打得很快 好… 二十一比十七 蘇姬和托達普 因為這次出去比賽 這幾個球員之中 以觀衛池的經驗就是最豐富的 現在變成帶著很大的包袱 和他的拍檔周海華將會出戰 泰國的對手就是杜安家朗和古查那 觀衛池和周海華 在丹麥分組賽 以二比一擊敗對手 對著南韓的李敬元和李孝星 零比二輸球 至於對著印尼 就贏了保利和利利安娜 他們三場分組賽都贏了兩場球 應該會有信心 這邊就是泰國的兩位選手 也是很新的球員 他們在分組賽 零比二輸給馬來西亞的陳佩蒂和陳二位 對著英格蘭的阿姆斯和卡諾 也是零比二輸球 對著中國的楊惠和趙婷婷 也是零比二輸球 這次可以看看這兩個球員那麼新 看看他們的技術上的水平 去到哪兒 看到扎著馬尾的就是古查那 另外戴頭褲 沒有扎起頭髮的就是杜安家朗 這兩邊就是香港的觀衛池周海華 還有泰國的杜安家朗和古查那 以往是沒對賽過的 這次是第一次碰頭 不過泰國組合現在在旅箱上 世界排名相當高 是嗎? 去到二十 至於公圍池他們現在只是六十八 也是因為沒碰過頭 儘管看看這場球他們的發揮是怎樣 不過如果要贏的話 重擔就落在觀衛池那裡 因為如果這次他們輸球的話 就第八名 然後明年只可以參加第二級比賽 當然兩邊也是一樣 明年會降級 至於升級的 將會是現在在第二級的AB組 的首名球隊 就是新加坡和日本 他們也是今晚稍後時間會對賽 對, 贏球的話 明年會升上第一級 提一提各位 我們八點半將會直播 馬來西亞對丹麥的比賽 也是第一級的賽事 欠第五名 而在深夜的一點半鐘 就會有新加坡和日本的這場球 第二級的兩組的首名球隊 會欠一個進級的席位 也會大概在我們洗海時間 11時半左右 會和大家看港隊今天的精華片段 所以大家要留意 看到四位球員已經熱完身 其實泰國和香港都是第一級的球隊 分別都是A組和B組 只得到第四名 所以要來到這場球 大家欠第七名 看看能否繼續留在第一級 明年繼續比賽 看回顧慧慈和周凱華 其實面露笑容地走到外面 其實顧慧慈和葉佩賢 這種球手其實是挺難得的 其實他們那種享受 每一場的球賽 其實你都可以很欣賞 其實他們可以說敬意 而且他們很喜歡這個球 沒錯 沒錯 他們的傳播就是 呂商的賽事 香港的觀慧慈和周凱華 將會對著泰國的 道安加朗和古賊 名字長得真是… 對於加拿大籍的Mark 就是一個主材寬 周凱華是先發球的 比較容易容易承認 我可以說是左手的球手 見到顧慧慈 亦都… 我們說他在網前的意識非常強 剛才很明顯 先拔頭籌,取得一分 我們先拔頭籌 先拔頭籌 先拔頭籌 很好球 很好球 防守得非常好 做到二、一 看見是 道安加朗一個殺中場 看到兩個在中線的位置 周凱華背著一個小對角 打得非常漂亮 其實在右手的球手 夾著一個左手的球手 其實很舒服 因為其實對方很麻煩 因為打過去的時候 誰是正手,誰是反手 其實就想不到 本來他打算是 是官慧慈的反手 但是剛好正好就是周凱華的正手 對手 戰術上,其實左右手的球手 其實會更多變化 而且好像整個場區 差不多包起來 好球 所以其實無論動作 無論走位各方面 其實現在一開國的香港隊 我覺得勝一籌 4-1 看到顧慧慈真的很有經驗 現在真是成熟的一個球手 出來覺得對方又想換球的時候 打球其實他覺得沒問題 所以就給球證 去判斷一下的時候 其實就繼續用那個球去打球 很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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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看得到周凱華 其實那個… 無論是正手或頭頂的殺球 攻擊力也很強 其實是很強烈的 所以他會用來打球 對方的感覺 很強烈 很強烈 是不是很舒服? 其實你看到周凱華 剛剛上網的時間做得非常好 如果他衝得太快,球又過手 剛剛… 官惠池一個直線打球… 衝上網,不方不望 這球球可惜一點 周凱華從加拿大回來香港 小時候去了加拿大 很好看 很喜歡打完無球 決定回到香港發展 現在也相當不錯 對 所以這個運動其實…